他很害怕耶 開動 算是錯的 大臭啊 不然你叫挫抄 謝謝 謝謝 今天滿足了 大家好 我是劉軒 我們劉軒的三位是 32 1 2 4 35 E Class E Class 高級高級喔 我們本身看的就是E Class 他綁在前面 喔 袋子會斷掉 哈哈哈哈 請問什麼星座的 我就是雙豬的 雙子座 好 第二位 曉帆 曉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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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 第二位曉豬 你好 我叫曉豬 我的身高169公分 52公斤 請問三位是 三位是32 2 4 3 4 哇 那個八圈來生幫你 請問的星座是 天秤座 OK 第三位是 KAMI KAMI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Q 2 KAMI OK 我身高170 體重50 三位34 F2 3 3 4 第四位 星宇 哇 星宇真厲害 星宇穿機場是要把我們弄死的 星宇的安全帶怎麼是狠的 有有有有 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藍星宇 我身高158公分 體重47公斤 好 那你的三位是 32G 24 35 哎呀 那你身座是 巨蟹座 哎 你要幹嘛 我鞋子啊 你坐啊 不要給我 不要給我 這張 哎 你幹嘛 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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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了 哇 姿勢不雅 這是你最恨的 最恨 最不行 在陣都沒辦法 真的 請問各位女生喔 你們在車上坐好是會死掉 還是怎樣 哈哈哈哈 劉娟你覺得為什麼不能 不能好好做呢 因為我很喜歡看的 如果有男朋友的話 我看著男朋友 然後 我會想要一直牽他的手 可是不是在 會變檔啊 你為什麼要牽手呢 可是不是在 危險的狀況下 可能就是在 等紅綠燈的時候 會說就是 欸 可以不可以就是 牽一下手 你確定握的是手嗎 沒有 男朋友就回家 請一檔 哈哈哈哈 握著手是因為愛 對啊 很愛 熱戀期 那熱戀期過後呢 那還是 還是要牽一下 牽手還好 牽手還可以 他如果是說是在 比如說紅燈那種還可以 行進中就不行了 行進中有點太危險 對 行進中就換腦 剛剛那個你今天是誰 哇 所以你 聞腳是你的習慣嗎 他告訴我他臭欸 我說 我哪會臭嗎 不能想他腳 因為我真的好奇 他的腳 你想聞到 你想聞到 我聞看來 認真 可以嗎 可以啦 你當時在開車嘛 可以嗎 你要聞嗎 要啊 可以啊 很少女生願意讓我 穩耶 你會想我這叫九層 不會 讓我開心喔 真的假的 他們日本有多一些 奇怪的味道 他都聞過 真的嗎 腳控 很痛喔 他很害怕欸 開動 開動 什麼味道 腳的味道 這腳的味道 你還敢給我聞 這是腳的味道欸 算是臭的 大臭啊 怕你比較迫著 謝謝謝謝 今天滿足了 他滿足了 他沒有領酬勞的 對對對 一枚 這樣子就過了 賺到了 小豬你上車不能坐 沒有我覺得上車 就是一個小型包廂 就是上車之後 就是要放鬆 畢竟是私人的一個空間嘛 所以我就覺得上車就開始 就是脫衣服啊 然後脫鞋子 讓自己放鬆 因為有時候逛街太累了 所以我就覺得 喔應該要放鬆一下腳 因為有時候穿高跟鞋 然後就想啊脫一下 然後放鬆腳 但有一次就是滿有趣的 就是 就是全車都是熟人 但是呢 就是有時候夏天 然後可能會有 腳錯位 然後因為大家都脫鞋子之後 就開始找誰的腳 都很脫 大家都脫喔 對 就那時候是女生 都在脫 你知道國民生活須知有講 你們是算密室殺人 對 出外不能隨便亂脫鞋 危害其他人的安全 而且我還看過 我淨化的喔 他放前面就算了對不對 有的人是往側邊放 放到你這裡來 然後說 我要按摩 你有遇過這種人嗎 跟他戴住你 那種 被服飾得很好 所以他是 長一照什麼 那殊不知我們也很紅 我都不 我不做這種服飾 嘿嘿 有矜持 被你這樣 被你這樣 哈哈哈哈 康米妳做好會怎樣 會抽筋 會重磨 不會怎麼樣做好 我就是想睡覺啊 對啊 那妳算是睡著這樣嗎 不是 因為妳會晃啊 那妳安全帽 安全帶一定綁不好啊 所以妳這邊睡睡 然後就往那個洞下去啊 然後當腳 我腳比較長嘛 嗯 那我這樣一直拗著 我不舒服 我膝蓋會痛 所以我就舉起來 就會放在擋風波 那妳為什麼不在家裡就好 沒有沒有 妳不能這樣 他還是要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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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要出門啊 媽祖要出巡你知道嗎 妳有考慮到火車捷運比較好嗎 不行 那腳不能舉起來 天啊 就是鞋子一定要脫嗎 就是舒服嘛 因為你如果跑長城的 比如說我弄 我請問一下四位 有在車上脫過鞋的請舉手 妳好多了 劉軒好棒 對啊 但是說不定劉軒是在抖腳 對 沒有沒有 但不是有些人 希望上車的時候脫鞋子嗎 誰希望沒有人希望 日本有啊 換拖鞋對不對 對對對 對那是換拖鞋 換拖鞋啊 我有些朋友他們上車就有雙 車上鞋 啊 連她連她的太太上車都要先把 高跟鞋脫掉 穿上車上鞋 高跟鞋只能擺在旁邊 不能穿 但是還是有個味道 我會是上發出來 那我們朋友其實很少腳那麼臭 還有這樣子 我覺得有些人很在乎這個 尤其男生 地墊乾淨 妳說不管怎麼樣先睡再說 妳有這麼累 妳是說哪一行的啊 那因為我就是會暈車 所以上車第一個就先睡覺 好 她會暈車 暈車 妳可以沒有問題 開車要就是 妳問妳三位是 三十二 這什麼最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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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安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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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走那種 增肌消脂呢 還是哪一種 對 增肌減脂 然後線條跟生長 是我的專長 對 線的 對 因為我以前是舞蹈系的 這個人的線線 都非常真實的感覺 那妳可以長側面給我們大家看一下 側面嗎 哇 哇 這個 會拍 懂拍 得了 曲線非常的漂亮 來 請看照片 這是什麼 那是什麼 什麼那一個木頭 這個是狐靈 狐靈很好用 對 狐靈 然後那個是 狐靈 兩個都是我 上課都會用到 對 比較多功能的訓練 張歷宗妳很適合這個 狐靈 對 那個動作很棒 對 減脂 減脂非常有效果 然後線條的部分 這個我剛剛做下去 我跟妳講 妳 剛剛拿著那個 對 只是 所以不是拿公式包 拿包包 請問妳在 哪裡教學 我在板橋府中的 窩俊 對 我叫窩俊 板橋的 對 板橋府中店 但是很多人 從台中桃園來上妳的課 對 就是我有一個學生 他是從桃園專程 來招我上課 他為什麼要這樣 就對我很支持 對 慕名而來 就比較信任我吧 因為他可能不習慣 別的教練 然後習慣我教他的方法 這樣 一定喜歡的 方便 妳有教過那種 就是 其實跟健身是 搭不上的 那種 從來沒有健身過的那種 就比如說很胖 或者就是 有 就是 有一個學生 剛來找我的時候 他體脂肪將近三 相近快三十趴 那很高 對 三十趴 這麼近 對 然後所以就是後來找我 訓練了一年後 大概半年之後 就開始有點變 然後一年後 現在的體脂肪率 已經降得到十二趴 十二很近 差很多耶 對 不過因為他真的前面 很認真地在準機